使徒行传第十七章 保罗和希拉经过安非波里 亚波罗尼亚来到贴萨罗尼家 在那里有犹太人的会堂 保罗照他素长的规矩进去 一连三个安息日 本着圣经与他们辩论 讲解臣民基督必须受害 从死里复活 又说 我所传与你们的这位耶稣 就是基督 他们中间有些人听了劝 就服从保罗和希拉 并有许多前进的希拉人 尊贵的妇女也不少 但那不信的犹太人 心里嫉妒 招聚了些市井匪类 搭伙成群 总动合成的人 闯进耶孙的家 要将保罗 希拉 带到百姓那里 找不着他们 就把耶孙和几个弟兄 拉到地方官那里 喊叫说 那搅乱天下的 也到这里来了 耶孙收留他们 这些人都违背 凯撒的命令 说另有一个王 耶稣 众人和地方官 听见这话 就惊慌了 于是 取了耶孙和其余之人的宝状 就释放了他们 弟兄们随即在夜间 打发保罗和希拉 往比里亚去 二人到了 就进入犹太人的会堂 这地方的人 闲于贴撒罗尼家的人 甘心领受这道 天天考察圣经 要晓得这道 是与不是 所以他们中间 多有相信的 又有希腊尊贵的妇女 男子也不少 但贴撒罗尼家的 犹太人知道 保罗又在 比里亚传神的道 也就往那里去 耸动搅扰众人 当时弟兄们 便打发保罗往海边去 希拉和提摩泰 仍住在比里亚 送保罗的人 带他到了雅典 寄领了保罗的命 叫希拉和提摩泰 速速到他这里来 就回去了 保罗在雅典等候他们的时候 看见满城都是偶像 就心里着急 于是在会堂里 与犹太人和前进的人 并每日在世上所遇见的人 辩论 还有伊比丘鲁和斯多亚 两门的学士与他争论 有的说 这胡言乱语的 要说什么 有的说 他似乎是传说外邦鬼神的 这话是因保罗传讲 耶稣与复活的道 他们就把他带到亚略巴谷 说 你所讲的这新道 我们也可以知道吗 因为你有些奇怪的事 传到我们耳中 我们愿意知道 这些事是什么意思 雅典人和住在那里的客人 都不顾别的事 只将新闻说说听听 保罗站在亚略巴谷当中说 众位雅典人啊 我看你们凡事 很敬畏鬼神 我游行的时候 观看你们所敬拜的 遇见一座坛 上面写着 为时之神 你们所不认识而敬拜的 我现在告诉你们 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 既是天地的主 就不住人手所造的电 也不用人手服事 好像缺少什么 自己倒将生命 气息 万物赐给万人 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 住在全地上 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 和所住的疆界 要叫他们寻求神 或者可以揣摩而得 其实他离我们个人不远 我们生活 动作 存留 都在乎他 就如你们作诗的 有人说 我们也是他所生的 我们既是神所生的 就不当以为神的神性 向人用手艺 心思所雕刻的金 银 石 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 神并不坚持 如今却吩咐各处的人 都要悔改 因为他已经定了日子 要借着他所设立的人 按公义审判天下 并且教他从死里复活 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 众人听见从死里复活的话 就有机窍他的 又有人说 我们再听你讲这个吧 于是保罗从他们当中出去了 但有几个人贴近他 信了主 其中有亚略巴谷的官丢尼修 并一个妇人 名叫大马里 还有别人一同信从